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台区打个招呼 是吧 嗯 不用啊 你带他去就完了 要真有效果 台区还偷着乐呢 你怎么那么会省事啊 不行我跟你说啊 这事必须按照规矩去办 好好好 我错了 小蕾同志 行了吧 我错了 我现在就找台区去 行吗 都是主动 得供着呀 自己叫败子 那是什么时候 你出了 起来 一会儿 你能够尽多了 着个人 那个宿主 那行吗 你不接下来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阳您误会了 我是赞同您的说法 这个张院长确实胡闹 我跟你想的一样 当年您为了凯撒这个案子 但是费尽了心思 干天蕾又是凯撒这个案子的 关键的核心部分 是吧 什么这我们出一点差错 什么出去刺激刺激他的记忆啊 这什么尽快恢复 咱八年时间都倒了 还在乎这一点时间呢 我跟你说啊 就现在的医疗技术 就算他天天躺在床上 他不动 过个三年五载 肯定也能恢复 不过到时候说不定您也退了 不过没关系啊 您就算是退了 我一定会继续接手这个案子 了却您的心愿 行了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我肯定给您转一头 先撤了 回来 熊哥凉 你谁戴的徒弟 您呢 我吗 可可 行 你真是我带出来的好徒弟 啊 啊 师傅 您就批了吧 人张院长真说了 适当的外界刺激 很有利于他的恢复 徒弟 你跟我说句老实话 张院长真是这么说的 真这么说的 我觉得人家说得挺有道理的 还没联系着 好 之前带的那批货啊 除了被抢走的 还有一小批已经准备散了 可就在昨天夜里 又被人点了跑 人也认识了 小帅之前的点全都不能用 该断的都得断 这心心股股打下来的 说断就断了 要是让我抓住这个师伴的 我非生多了尺不可 我得想啊 咱得找一个基地人 再干多少货 不管谁家的货 有多少来多少 为什么 咱得主动出击啊 他们既然不愿意露头 咱就得把它调出来 这个主意好 不过刚天那把也得定进去 这伤害甚至的麻烦 他一直住在武警医院里 身边全是警察 不好警察 这也得想想办法吧 先别着急 咱们先派人盯着啊 我估计跟咱们做对的 如果真是坎萨的人 很有可能 我也去接触干点了 嗯 嗯 谭小春那边怎么样了 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人 不是太好搞啊 那你就多费心了 那你就多费心了 回头我请你吃饭 我有事先挂了啊 同志 没量 滚刀肉 吃吧 看我干什么 什么态度 怎么着 吹口烧犯法呀 哪条法律规定的 不犯法不犯法 吹口烧怎么能犯法呢 这上哪儿去 这小子要去厕所了 去厕所 来 我陪你去 干什么 警察打人了 哎 我怎么会打你 你看 这监控都拍着呢 怎么可能打你呢 我陪你上厕所 走走走走 走走走 上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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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吧 对对对 给你解开啊 解开 来 好 上不出来 那有什么上不出来的 我不跟你说了吗 这儿没探头 你看没剩下头 没有 新人啊 这小子上厕所 哎 哥哥 这这 救我 放心吧 真没摄像头啊 啊 你看 我没骗你吧 说吗 说什么呀 夜总会呀 什么夜总会呀 我不知道 哎 你这小子 哎 这是干啥啊 我跟你说了那么多鬼了 这没摄像头 真没有 走 就是让他呀 最好跟他最信任的亲人在一起 利用那些他之前的熟悉的像 场景啊 像生活习惯 也包括那些特有的 带有情感色彩的物品 来不断地刺激他的记忆盲点 唤醒他的记忆链条 我听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说 他已经不适合在这儿治疗了 该怎么办 自己琢磨吗 不自己琢磨 老鼓励 谢谢 盖总暖 你这找的什么破地方啊 怎么感觉导航都把我们带沟里来了 还不如找个旅行社 又省钱又省事 杨妈 你也太低了吧 现在谁还找旅行社 你要跟个旅行社不是在购物 就是在去购物的路上 我这可是精心挑选的 人少格调高 网红都去那儿 而且关键拍照特别好看 格调 这个是什么意思 不是 格调它是 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它是很高级很时尚的意思 还在旅行 颜色 这一位 每个人都在过门 有毅打小孩 我都不想要 怎么能辨买 延着 言听 那 我还是不太习惯这个称呼 那 雷哥 可以吗 那个小暖 不能乱来啊 那个该怎么叫怎么叫是吧 不能任性 没事 咱们各叫各的嘛 我以后还是叫你杨妈 那我以后就叫你雷哥了 这样是不是舒服点 对了杨妈 我那个下个月有YOLO音乐节 你带我去吧 好多明星都去呢 哪那么多话 坐好 那我怎么感觉会没有一样车一直跟着我们啊 嗯 谁啊 不知道 好多久 走 杨妈你快过来 哇 这小暖 你看 找的什么地方 这么热的天 光粗粗的在这晒着 这有什么好玩的 你看你看你看 这风景多好看 这门在空降房里这没劲 你看这还有网红在直播呢 网红 来来来再来拍一张 嗯 嗯 你把后面那些草拍进去 好的 你帮我拍一下 嗯 好好好 嗯 网上挤 网上挤 怎么选这么地方简直浪子 上啊 这个 这这个没法当 您看这名 嗯 一会儿你走吧 这在干嘛 这这枪手 这枪手我管 哎 你们谁呀 你好 我们是 哎哎哎哎哎哎哎 老健老健 都老健老健 都老健 我可以坚持清楚 可以坚持清楚 为什么跟踪我们 听着 听我说 我们跟雷哥拍一张吧 好呀 天蓝 人呢 我们是熊哥梁支队长的 对熊哥梁支队长 拍了一张 雷哥 天蓝 老熊的人 是是是 马雷 怎么这么来了 熊支让我们过来 天蓝 认识了 老熊可能是担心你的身体 叫他们过来也是保护的 是的 是的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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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们这个 钉梢的技术 有待提高啊 你已经说到这钉梢 看什么看啊 丢不丢人 车开你吧 咱们走吧 昨天晚上 咱们在龙渡会所 抓捕的番茄行人人 这名叫刘奋斗 二十八岁 无业 还曾因吸毒 被强制戒毒两年 出来以后呢 也没干什么正经事 就靠着小偷小摸套生活 据她交代 一个礼拜之前 有一名叫 朱哥的人找上她 让她散一批货 答应她 事成之后 给她一笔钱 结果 被咱们带个正常 这个叫朱哥的是什么人 我让刘奋斗指认过了 也给她看了照片 确认就是废弃工厂的 那位死者 根据线索和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这个朱哥是谭小帅的人 不对吧 谭家一直放粉 很少碰冰啊 而且我们在现场找到的 全是冰毒 上面还刻有凯撒的标志 那这个朱哥 会不会为了散货 故意打出凯撒集团的旗号 应该不会 化验结果出来了 这批货中 甲基本饼案的含量 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八 和当年凯撒集团的冰毒 化验报告一致 谭家应该不具备 这种提传工艺 否则他们完全可以 放弃传统毒品 利润更大 如果他们真是掌握了 这门提取工艺 为什么不放弃传统毒品 改做新型毒品 放着更赚钱的买卖不做 这好像不符合犯罪逻辑啊 不过赵队 刚才您有一句话 倒是点醒我 哪句啊 打着凯撒的旗号散货 那你不是说 不符合犯罪逻辑吗 小姨不是说了吗 毒品的化验结果显示 跟当年凯撒集团的货 是一致的 凯撒集团的高层 不是都被炸死了吗 无论是凯撒还是谭家 这事都有蹊跷的地方 凯撒的残余势力 早就被我们抹平了 八年来 都没有过冒头的迹象 而谭家在境外 我们是鞭长莫及 但当地警方和国际刑警 从来都没有放送过 打击他们的力度 如果这次是谭家的势力 潜入了中国 我们有必要协调国际刑警 排查他们 如果是凯撒的人搞的鬼 那这个人又是谁呢 雄之 你这个想法太大胆了 如果说这个人 真是当年凯撒集团的人 那肯定是核心人物 那他折服了这么长时间 他想干什么呢 报复谭家 是他的主要目标 毕竟爆炸之后 谭家占据了凯撒的空间 一下子从苟延残喘 变得再次强大 是不是跟台局汇报一下 真要是汇报的话 至少再掌握一定证据吧 凯撒的事情呢 我们慢慢摸 一点一点地捋 我们现在重要的目标 还是谭家 如果他们是铁了些 要到干多来散货的话 我们必须打叫他 剑一个拔一个 就这儿了吧 是这儿吗 应该是吧 你确定 歹足人家 就这儿 环境不错呀 是不错呀 那你刚刚还那么多废话 谁知道要爬山哪 你不还健身那么胖子 这很有民族特色呀 好看 好看 真好看 这儿 小朋友 你在干嘛呢 你这根气球 小朋友 来咱来商量商量来 你这些又买多少钱 你帮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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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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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